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得腰疯了啊 马家会历历来实录 其实他写了一个案很好 但是太长了 回波逐流安全 寻方密路刺激 陈可欣是后者 我倒觉得我有个迷信呢 这个名字对人有心理暗示 所以你看啊 你这个可欣呢 你就是容易这个怎么说呢 不自信 或者说呢容易有这个说 说出一些辛苦的话了 所以你看他这名字 可欣 就是给人感觉 哎呀你看说我拍电影 陪了我也跟你们说 我现在跟老婆 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其实刚才讲到陪那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夸大的 第一就是说 回到刚才说 头领状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拍了一部 非常规的中国片 那么本来美国市场是觉得 这个戏能够有 中国武侠片的那种票房 那结果但是那个电影 不是一个武侠片 其实是文艺片 那么结果 虽然你有了武侠片 最大的男明星李连杰 但他不是一部李连杰 风格的电影 所以变成电影 你拉不到李连杰的 典型的粉丝进来 那李连杰粉丝 可能就不会看那么多字幕 咱们可以看看李连杰 咱们不看字幕 跟他们有剧照 这是同名状当年的宣传会 你再看下面 刘德华 再看 李连杰 按说这个卡斯 应该说 卡斯在改变来讲 就应该是我拍完之后 都觉得这辈子 可能不可能再拍 三个男一号在一起 因为真的其实是非常难的 把三个男的找在一起拍戏 大家会说谁的戏份重 怎么分配 而且我刚才说 我重看的那个片 再重看 我感觉 那个片几乎是刘德华 其实演的最好的片 我有这样感觉 为什么呢 他这里面演个古装 而且他非常投入他的角色 他那个人物 不需要表达他是很英俊 不需要表达他是帅哥 不像其他所有电影 刘德华就是刘德华 走个路永远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 然后我以前说过 他给人家锁住 那边涂层 之后他出去走 他背影走 他不理 金城武 就是对这个弟弟失望 走过去的镜头 他走 背影走 走完后来 他一看回放 说哎呀 怎么我又这样走路 他自己是非常自觉的 他非常想改变 真的是 港产片有的时候 要叫我说 也曾经 咱们的北京话叫什么 杭活 就是他有过一阵 比如说这种黑帮大哥片 像周润发 刘德华都有一种范儿 对 他演范儿 真的就是这种事儿 他从也是因为这个范儿 从也是这个范儿 结果他一路把他绑住 也是这个范儿 对你像当年的周润发 上了什么独场 两把枪 他有这个范儿 这个范儿最后也会成为 一个演员的障碍 对绝对 你怎么能找到自然 是吧 所以要说这个 刘德华最近也是有话题 这个可欣导演 真是说话比较直 很多 我觉得带着很有意思的 一个讨论 他说这个刘德华呀 好有一笔 是什么呢 麦当劳汉堡 虽然不算是什么精品美食 但是难得他二十多年 一路就坚持这个特色 最后反倒用他这个特色 将你征服 其实我真的要平反 因为当然 因为很短 那么几句话 就会给人觉得 我是在扁的 其实我非常非常 佩服他 也尊敬他 因为就是说 因为这个世界 所有东西都主观的 好跟好事 没人知道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真的是坚持了一个录像 而他的坚持 不只是他的演技 他做人 包括他投资电影 对香港电影的回馈 对香港文化 价值观的那个坚持 其实走了那么多年 今天陶姐 你看到他成功了 其实非常开心 大家 他上台昨天 前天晚上 他都提到 就是说 可能大家给他 那个最佳男主角 都是因为他 对相当电影的贡献 所以他自己非常明白 就一个那么成功的人 那么明白自己 是非常少的 所以他真的坚持 我讲的那个汉堡包 就是因为 其实汉堡包 你说不好吃 我就非常喜欢麦当劳 我也爱吃 我真的非常喜欢麦当劳 问题就是说 你弄了那个东西之后 你就是可能在那种 非常snobbish 眼光里面 觉得这个不是美食 但是其实 我就坚持做这个东西 我一路不变 做了二十年三十年 你就变成标准了 你做得够久 你待得够久 一路没有在擂台上 别人打下去 你就变成标准 所以陈导演的意思 不是说刘德华的品质上汉堡包 是说那坚持 而且勇恒的很固定 你可以预期 大概他能够给你 某一种满足 你不是说他的品质 就像fast food 那么chip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捧刘德华 刘德华是你粉丝 我也是刘德华粉丝 我也很喜欢刘德华 所以他说了一个话 引起别人的误会 我看最近 不光他出来品贩 他老婆都出来品贩 说我最喜欢刘德华了 刘德华是不会误会的 刘德华 吴军说刘德华 都那么大年纪了 还能搞出孩子了 我最崇拜他了 刘德华是不会误会的 因为这个话 我讲过 在他面前讲过的 但是问题下 我给人骂的是他粉丝 那个粉丝 刘德华怎么回应 我是他的话 第二天 就打电话去麦当劳 说他们送了快餐 去的office 陈导演轻易吃 应该多一点代言费 对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彩虎机之水 日温九季 年份的将 与锦共酒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 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中学的第五级 欢乐级 有个话题真是有意思 就说香港导演和香港明星 真是还有香港市场和大陆市场 两个世界两重天 我说是什么意思 你看咱们那天还讲到 即使香港导演 他到大陆拍这种所谓的大片 合拍片的时候 照我感觉 过去导演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 和大陆的导演 在大陆电影界的地位 是很不一样的 你比较大陆出名的是导演 什么张艺谋 冯小刚 姜文这些人 他比演员味儿可大多了 认的是导演的大牌 但是你看香港的电影打工界 我们知道的只有刘德华张国荣 或者是梁朝北 是明星的天下 导演往往是在隐身幕后的 当然不是说没有明星导演 但是那个跟大陆这种名气界相比 好像都不是一种评价 甚至于他们有人讲你们 说尽管说到了大陆 香港导演拍的电影有成有败 但是不管成败 他们拿到的这个钱 比在香港多的多的多的多 是不是 其实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片酬 其实在没去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 也差不了多少 是吗 也差不了多少 我觉得你要说那个价钱一路台高 现在其实不管是导演或者演员 其实那个比例是内地高得多 现在香港的高都是因为内地高 所以才高 内地的谁高 内地的什么都高 什么都贵 其实内地一个摄影师一个小工都高 比香港都高啊 现在拍内地拍戏已经比香港贵了 但是在内地的生活水平跟香港的水平 内地是什么都贵 内地西人都比香港贵 哎呦 你这个跟我在大陆的这个感觉一样啊 我现在觉得这个中国才是贵国啊 最贵是中国 因为中国的价钱是定于那百分之五百分之三的人 是 他们就定了这个价格 其实老百姓是生活不了 你现在北京 现在我认为已经到了很多生活品了 比香港贵 我去租的地方都比我香港的价贵 对 可是你提供的服务 你这个城市的专业化程度 你的效率 就是说这个生活品质 你差得很远 那可是话说回来 在北京或者说大的内地的城市啊 选择还比较多 你当然可以去吃两百块人民币的一碗面啊 可是你要找三块钱的一碗米粉 还有 香港就没有 香港就 三聚心安多一点 你要身体比较好 对对对 对咱们再说回到电影 你说这个有意思啊 另一方面来看 反倒是什么呢 讲演员 香港的大明星 在大陆 还是很大牌 你像刘德华 什么 你包括你说 当然周润发已经走向国际了 但是你 我告诉你 你看现在电影剧价钱 突然间从十几万一集 几年前 变到三十几万 五十几万 下八九十万一集 这些都是这几年起来 而且起来的都是内地演员 都不是香港演员 对 都是内地演员 其实内地的演员起得更快 更高 工作人员也是 因为就是说 香港是跟着那个经济的环境走 香港的情况就跟着 这个经济环境怎么样就走了 但是香港还有 还有就是我们哥们 我们还能便宜一点 但是内地就是 因为内地现在问题是 你也不能怪演员 因为演员的生命是很短 谁都知道 但是因为内地太多投资方 钱比货多 就是项目不够 钱多 然后反正你跟一个演员谈 你说合理是这个价钱 但是问题是 我知道啊 但是有很多人付不合理的价钱给我 是 那难道我不要吗 是 就是其实跟香港名牌买贵一样 所有东西一样 因为大陆钱太多 没错 而且有钱的人那个钱太 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已经不用看标价 市场完全搞乱 对 所以假如我们从市场的角度看 也没有合理不合理嘛 对 不管你什么理由 反正我这个商品出来 有人愿意付这个价格 对我来说就是合理的价格 你付不起 你也说不合理 他说你不愿意付 你说不合理 根本不存在合理不合理 可是香港跟大陆 刚才文涛里讲的说 导演什么演员什么 整个地位身份不一样 有一个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说香港是个娱乐圈 娱乐圈里面当然是明星走在前面 可是大内地的导演们我知道 相对香港导演多了一个本领 他们还会写东西 几乎没有一个大陆的导演啊 不会写个书参与很多文化活动 所以大陆的不仅是娱乐圈啊 还是一个文化界的概念 是文化界 对所以他们渗透力整个形象是不不一样 没错 到底说你当然他们可能是水货是吧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啊 就是说在过去 至少在过去某个年代的评价当中 大陆的电影导演呢 是比较接近于 艺术家甚至是知识分子的 当然后来呢很多人献了原形 我们发现他不是什么知识分子 也许侯晓晓杨德昌算知识分子 对吧 大陆的那可能是个水货 但是至少摆出来的范儿啊 对 他跟香港 香港很多导演到今天都在说 我打工仔 就跟曾银泉说的一样 我都是个打工仔 我这个什么大艺术家 没敢想啊好像是 是其实我从来都很 非常恐惧艺术家这几个字 每次在大陆 其实很多时候都都说什么艺术家 我都觉得我的那个鸡皮都拿起来 但是确实因为电影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方式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 就是说艺术不是我们说的 是后人评的 那结果我们哪些东西真的能够 能够就是经历时代 经历的一个沉淀 这些是我们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概念不一样 其实你要说香港跟大陆分别 你不如说是大陆跟全世界的分别 其实全世界都是明星制度的 在电影工业在商业电影来讲 都是明星制度的 你是说香港电影界更加比较接近国际电影界的 国际都是这样 你去到好莱坞有哪个大导演 就三五个 他们也是因为票房论英雄 也不是因为电影的文化有多高 对对对 那艺术电影圈是另外一个电影圈 那艺术电影圈就跟商业无关了 是是是 又是另外一个圈 因为那个是不赚钱的 那个是文化事业 我们讲的是电影工业 所以在工业上 其实全世界都是明星主导的 对这个分得很清楚 我跟你说就是在大陆有些情况 为什么叫市场搞乱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样的情况当然真有 为什么价钱可以出到这么高啊 如果我是一个老板 我的企业每年上百个亿 对我来说 这一个亿拿去拍电影 我捧小三呢 对吧 就是他当女主角 但是为了他当女主角 我可以找刘德华啊 对吧 你要多少钱 加一倍你去不去啊 一个亿去不去 三个亿去不去 你人总是有价格的 对 你看这到最后就会形成 特别 我听他们讲啊 这个大明星啊 特别复杂的一种价钱 甚至他们还分 比如说要是 陈可欣导演的这个戏 那估计是一部好戏 哎 那是不是可以少收一点 这个是对的 因为老实讲 他们也是明星也是在算的 就是说 其实等于一部好的电影 做的好奏 不红的明星 做完奏以后 有很多代言的活动 对 这些也是他们的想法 对 那么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到最后就是需求 然后呢要是他觉得他拍一部戏 这部戏能够使到他 还有一个五年 三年五年的艺术生命 他就拍了这部戏 他也知道有一些戏是损耗的 那损耗的戏他就收贵一点 那收贵一点可能不一定是为了收贵一点 可能就我不想拍 我收贵一点 但是你还给 那给了我就没法不拍啊 那其实就有这种 对 而且说 整个电影工业 在好莱坞比较成熟嘛 许多事情 他有个整个制度 而且有工会 好莱坞的工会 你不能勉强来的 他有很多工会 很多力量来抗衡着 不像内地 或者说香港 你说出钱的老板 插手 应该是比较容易嘛 他要钱丢出来 你就不能不干 或者说拒绝不了他的诱惑 我觉得慢慢走向成熟的制度 或许情况就会多 其实现在我注意到 大陆的很多导演 他就慢慢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你采访他们 他们都是讲 说我现在啊 不要那种啊 不真心拍电影的钱 就是说 还是应该要这个专业的钱 这个传承有序 它是有志于发展电影的 这个钱是能够长流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全场牵引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典范 红花狼 这个嘉辉还想请你点评一下女明星 特别除了吴君卢以外都可以参加 我只能点评吴君卢 别人都不能点评 那你点评吴君卢一定极感说好的嘛 对啊 那么凶 其实你说谁都 基本上都不会说人家坏话 是吧 实在 这回他还说了谁啊 这个梁朝伟 对 还说了这个 曾子丹 曾子丹你觉得怎么样 曾子丹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 我觉得当然拍电影最近很多 就是你知道中港的风波 就把曾子丹那个事情拉到 这个很大的层面 对 也很不好说 那么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在那一行那么久 看到的各方的这些讲的话 当然我也没跟子丹自己通电话 实情是怎么样 我们也能略猜一二 就其实没有说谁对谁错 就是说很多电影 你执着要做电影 你就会得罪很多人 包括我都得罪很多人 那你站在一个立场来讲 其实肯定会觉得他很不对 很霸道 因为你拍个电影 而是想要拍得好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霸道 那么一部电影 谁是灵魂呢 其实说到底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我今天还坚持是这句话 人家问我 坚持大还是导演大 我说其实明星最大 为什么 我说谁的支票零最多 那个人最大 因为其实这个 这个很现实的 要是给你最多钱 就是在那个生意 在那个工业来讲 觉得你最重要 你才会拿最多钱 拿最多钱 那个理论上 那个控制权是最大的 那不乱了套了 理论上 但是他可以是个好人 他说导演大 坚持大 我听你的 那是他好人 他要行使他的权利 站在商业上 他肯定是最大的 因为你给最多钱 他肯定他最重要 对 对不对 这个就很简单的事情 哎呀 这个道理应该都给我们老板说一说 对吧 给多钱 所以老板绝对是最明白 孙子的 最孙子的 老板是孙子 一定的 大腕是 大腕是 所以我们做电影 一定要对老板的投资负责 我们一定得尽量使得他能回报 那所以我到最后 我发觉最后一个问题 都是说你得自己 也做一部分的老板 那你不委屈吗 你作为导演 如果你请来一个大牌大腕 他说我要这么拍 或者我这个台词要这么改 你说啊 你拿钱最多 我听你的好了 不委屈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说是这么说了 但是 你当然拍戏 因为是一个综合的艺术 也是一个集体的创作 你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每次拍的时候 演员一定有他的情绪 也有他的主观 那我们作为导演 其实前天晚上也讲了 就是说 导演坏在哪里 就是说 演员来到 他不爽 他演不出来 也是倒自己的美 所以呢 他要怎么演 你肯定得给他演 但是我觉得很容易 就是大家有个共识 就是你演一个你的 你给一个我的 就两个版本都拍 平衡也像 老实讲 多几分钟 多一点胶片 胶片现在在大片里面 胶片就不算钱了 对 好了 你拍了两个 回去 剪片全在你手 还是你决定怎么剪 所以到最后 还是你来 这是你的作品 所以还是你来控制 所以你刚说 对老板负责 一定要让老板舒服 这一点 你就比不上许安华了 他把鱼冬都请到里面演一脚 对 陶姐里面的老板 老板你来演一个角色 但是老板 老实讲 最舒服的说到底 就是回报 就是赚钱 什么面子都不够赚钱 就结大欢喜了 对啊 是吧 可是他的投资额很低啊 对他来到大老板来说 没关系 一毛钱不赚 没关系 我都挺想知道 一个一部电影 你有把握他赚钱吗 比如说这个电影 你剪完了 要放映了 这个时候凭你的专业经验 你能笃定他赚钱吗 其实是不能的 你像赌博 对 但是问题是说 他不是纯赌博 就是是有很多经验 能够给你看到 你能猜到70% 我觉得 但是呢 当然 报好莱坞的专业 是能猜到90% 好莱坞的电影上片的时候 他不会突然间 哎呀 这个是一个突然间卖钱的戏 只有非常小的戏 才会这样 大的戏 不可能是 哎呀 今天卖钱庆功 他们不会庆功的 因为他们知道的 就他们的猜这个 周末的票房 不会差10% 但你现在 你觉得你对大陆市场 找到感觉了吗 其实 大陆市场是非常特别的市场 是谁都没找到 不可说 是最近泰坦的客战 在大陆这个市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这边在大陆市场 未经许 在大陆市场 对这边的客战 对这边的客战 对那边在大陆市场 对那边在大陆市场 又是两个挺川 那边在大陆市场 那边是什么 但是你怎么会 小陆市场